嫡姐从小便知要嫁那裴家郎 可刚交换了庚铁 裴家却被流放 甚至牵连为嫁心腹 嫡姐推我去送死 不过是个庶女 你便替我去了吧 我可不想死 可她不知 我姨娘就是那蛮夷之地的一圣后人 裴郎住灌了雕花门楣的院子 哪里住得灌眼前的茅草屋 更别提南兆此处 封杀尘土皆多 住了没几日 她就咳嗽连连 这里不是京城 大夫离得远不说 下药也是野蛮狠辣 我跟着姨娘学过一些药理 采了草药熬给她 她一开始不信 我干脆自己吞了 她这才接过来喝了 此地为南兆 我被嫡姐沈曼当作替死鬼扔了过来 她认为此行艰难 要定我还没到地方 人就没了 真是让她失望了 你不用顾着我 裴郎这会还忙着维护那可怜的自尊 我不顾着你谁顾着你 现在我可是你耕铁上的人 再说了 这里懂药理的只有我 她面色难看 其实 你不用跟来 她又补充了一句 家中出了事 我也不会连累你们沈家 我抬眼看她 那我若是说 是我心甘情愿的呢 她显然没料到我会如此说 随即摇头 这荒蛮之地 哪有女子愿意来 我深吸了口气 陪公子 我姨娘就来自这里 姨娘在身宅大院苦了一辈子 她这辈子唯一的错就是救了一个男人 她是我爹爹 线下能不能回去也不知 我就大大方方地说 我在府里 还比不上我嫡姐身边的大丫鬟 我若是出来了 反而自在多了 你 她显然不明白我身为沈家的女儿 哪里会过得如此凄惨 我抢了话语 你定然认为我在污蔑 不过我不在乎 你无处求证 我无法自证 毕竟沈曼那是要成为她正妻的人 就差迎娶那一步了 我信你 许久后 她的话让我发了愣 其实我本不在乎她如何想 流放到这种地方 什么时候是个头都未知 日子是苦了点 可是这里原先也是姨娘从小长大的地方 我也想借机寻了机会来看看 她突然抓了我的胳膊 你这里 手腕上是一圈的伤 新的旧的 虽然已经不疼了 伤口看似好了 留下的痕迹却有些猙獰 嫡姐说我偷了她的手势 不由分说给我关在了柴房 后来这手上便流了伤 我敢说也都因为是实话 这是本就各有猜测 反正回不去 真假只怕也没那么重要了 若是我真偷了手势又如何 她不问我也不说 这事也当翻了篇 裴郎的爹裴勇原是户不上书 因战错了队 沦落到全家流放的地步 倒是连累自己儿子本来前途无量 也一起落了罪 荒蛮之地之所以荒 和地处偏远有很大关系 粮食稀缺 为了改善伙食 裴郎从天天公子放下身段出门打猎 这天 裴郎日落未归 急得裴郎娘亲李氏闹着要出去找 我心里盘算 这林中凶险 原先在京城 李氏身后跟了好些个丫鬟嬷嬷伺候 若真让他进去了 只怕更耽误事 李夫人 你寻人告知裴老爷 再派人去附近寻寻 那林子 你看能不能找些身强力壮的男子进来 我懂点医术 我进去便是 我千叮宁万嘱咐 这才自己进了林子 其实若是碰到凶兽 我根本无招架之力 我不是真的不怕死 可这也是我唯一的机会让裴家接受我 寻着裴郎并不难 其实他一直记着我的嘱咐 并没有走得很深 他昏迷在那没有动静 好在并无性命之忧 我随手摘了点解毒的草药 直接弄碎了 喂到他嘴里 扛着个大男人的确很费力 完全影响了我行进的步伐 等我好不容易把他拖到林子边上 被焦急等候的裴家人直接接了过去 可我却累得直接晕了过去 醒来之后就看见李氏拉着我的手说 孩子 你感觉怎么样 这次多亏了你 大夫说他怕是碰了毒草 再晚一些 只怕狼儿身体恐有损伤 我从未想过真嫁给裴郎 只不过被嫡姐推出去 爹爹也不管我死活 我只是走投无路 可这一次 李氏又在我耳边念着 你是个好孩子 我都看在眼里 就是现在让你嫁给裴郎 只怕是委屈你了 我不觉着委屈 但是李夫人 我不嫁 李夫人 和裴公子定亲的是嫡姐 裴公子心里只怕有姐姐 我这庶女断是配不上的 我只求夫人能联系我 让我在这里待着 别赶我走 当初嫡姐必须要推一个人出来挡人 我躲不过 陷下这荒蛮之地 我若是离开裴家 怕是没法活着 什么庶女嫡女的 现在我们一届草民 没委屈你就不错了 你放心 这是我去捅裴郎说 若不是发生这事 裴郎在京中待嫁的贵女中 人气颇高 且不谈她意表人才 还是皇上亲定的炭花郎 就是她待人温和的性子 都让众多女子心知所向 可我知晓 虽说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她之前真的要去嫡姐的 所以我根本没把李夫人的话当一回事 谁承想 裴郎听了李夫人的话 直接认下了 我们来了这南兆一年有余 朝夕相处中 没有些情谊也是假话 裴郎在这之后对我更好 我以为我的姻缘是真的来了 结果商议好的婚事之日未到 峰回路转 裴父官赴原职 即刻上京 李夫人取笑我 说这是老天爷舍不得我委屈 定要让八台大教娶我回去才行 可我心里 不免有些担忧 果不其然 我们的马车刚刚驶入京城 爹爹就派人递给了我帖子 沈曼借着看我的借口 直接进了裴府 他看着我冷笑 沈宴会 没想到那南兆的毒虫都没咬死你 不过我也要谢谢你 你替我去了南兆 现在我回来了 你可以走了 我为何要走 我反问 我陪了他一年有余 为何 你真是天大的笑话 因为裴郎说要娶我 而你又算什么东西 一个庶女就是个丫鬟命 你拿什么和我争 我伸出了手 就凭这个 他凑过来看 一下子跳了好远 那虫子一口咬在他的脸上 疼得他想过来直接揍我 我劝你别动怒 否则虫毒会走得更快 他愣了一下 又怕又不相信 你可别小看这虫子 你现在没觉得伤口处疼 今日只是疼疼 明日可就是溃烂 再过三日 无药可救 他嘴硬 直接跑了 第二日晌午 他又急匆匆跟着爹爹上门来找我算账 我就躲在屏风后 听他和爹爹数落我 宴会这丫头属实不像话 去了南兆 居然学了这些个邪门巫术回来 裴公子 听说这虫毒厉害的锦会害死人 你能不能帮我劝劝妹妹把解药交出来 让他别做这伤天害理之事 他连亲人都害 是何等的蛇蝎心肠 我以为裴郎会觉得我心狠 更别提对面的是他原先的未婚妻 结果裴郎指一句 我相信宴会 他不是这种人 审慢来了脾气 提高了嗓门 他如何不是这种人 裴公子 他原先在家中手脚就惯慧不干净 这都算了 好歹是在自己家 关起门来教训便是 可现在 他在外下毒害人 我作为姐姐 可不能惯着他 沈小姐 在下可以给你寻个好大夫 裴郎 沈曼好歹是你未过门的妻子 你如此对他 是不是太过了 爹爹维护沈曼 不自觉提了嗓门 可爹爹从未觉得沈曼指责我的话有何不妥 妻子 裴郎这人我相处了一年 很是了解他的脾气 看似温和 待人也的确有理 可若是他不喜欢的 逼迫他反而逆反心更深 他语气听起来冷淡却坚定 沈大人 我的妻子是沈宴慧 我这次回来 也是准备迎娶她的一句话让沈曼固步地自己的脸 哭着跑了 可我知晓 只怕这事定是不能善了 若是在南兆 我嫁给了裴郎 这倒是好办 线下里未成 却是晚了 我从屏风后走出 爹爹却是对着裴郎说 你们二人还未嫁娶 宴慧 还是我沈家的人 我带人回去 你总该没话说吧 哪有女子不从自己家出嫁的 说吧 她又对着我 宴慧 你姨娘想你甚久 你真不回府看看她 这是用姨娘拿捏我 我点了点头 女儿和爹爹回去 谁承想 回了神府 姨娘已经在门口等着我 可她的双眼已然瞎了 你姨娘想你想得天天掉眼泪 生生哭瞎了双眼 跟着姨娘的李嬷嬷叹着气劝我 二小姐 你斗不过大小姐的 可是姨娘她 我双手摸在姨娘的脸上 爹爹她如此狠心 旁人听信这话就算了 可姨娘是南兆医圣后人 怎么会容得自己双眼近下 我让李嬷嬷在屋外看着 姨娘 你且说句实话 可是林夫人她 二小姐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她双眼紧闭 我再也看不到她温和的目光望我 你如今平安归来 我也就放心了 你会一的 对不对 她摇了摇头 二小姐 有时候 看不见也没什么不好 这一年多 我写的信姨娘可收到了 她一愣 你给我送了信 我心中了然 若是姨娘收了信 我姨娘何苦没有我的消息 愁得天天哭 只怕这信早就被人拦下了 和姨娘聊了许久 我出了门去寻林夫人 李嬷嬷拦着我偷偷说 二小姐 你不在家内会 我们都以为你死了 如何说 我心里一惊 大小姐在姨娘面前如此说 我们也没有你的消息 皆信以为真 姨娘当初和南兆那边闹翻了 这次为了二小姐也遣了人去问 可是一直没得到回应 这才急得白了头 还没等我去林夫人那里 沈蔓就请人来寻我 我到的那会 她正忙着试穿新衣 见我来了 转而喜笑颜开和我炫耀 这些衣裳 爹爹派人买了给我 以后嫁去赔服也可以戴上 好看不 而我眼前都是她桌前的那堆信件 我冲过去抓着信问她 这些怎么在你这里 她无所谓地看我 废纸而已 何苦你在这里嚷嚷 看着乱了屋子 荷花你去替我烧了吧 我气得发抖 她又凑近警告我 我若是嫁不进去陪府 你姨娘可不只是瞎眼这么简单了 沈蔓仗着自己脸 请了御医好多了 自然对我不放在心上 可她不知晓 我这重毒 本就过些日子就能消除 找不找御医都一样 我本就没打算用毁容这种事对付她 那岂不是便宜她了 过了两天她又来找我麻烦 你到底给裴郎灌了什么迷魂药 她为何说非你不娶 你是不是给她下鼓了 沈蔓 你不觉得可笑吗 她想娶谁 难道是我能控制的 什么蛊虫不蛊虫的 你以为我真会这玩意 她虽弃我害她 但是并没有迁怒 反而又开心地笑了 我的好妹妹 你此去南兆这么久 姐姐我也心疼你 前不久母亲提及此事 我还为你说了好话 我自然知她没这么好心 你想如何 母亲替你相看了好人家 你该是谢谢我才对 裴公子看不上你 你就是把我嫁出去也无用 我反击道 她继续激我 一纸婚约在手 她想赖也赖不掉 更何况 此时她才回京 那么多人盯着呢 爹爹也托人和裴家说好了 你觉着 凭你能翻什么天 我有了好姻缘 自然不会忘了妹妹你 她一脸看好戏般挑了唇角 又指着旁边的布料 娘亲请人 给你也裁了新衣 正好过两天 林园外也来了 你可以一见 林园外 可是林夫人远房亲戚 平时里就是做着布料生意 她早年丧偶 今年怕是也得年近四十 她现在要的不是妾室是续房 也是你一个庶女的造化了 母亲说了 不听话就去祠堂跪着 什么时候听话了再出来 她陪廊总归是个男人 我长得这般美 你猜我略失点手段 她会不会乖乖上钩 我看到沈曼志在必得的神情 随后她就丢下我 扬长而去 林夫人说我不服管教 真让我跪了祠堂 姨娘被李默默扶着来找我 姨娘可是要来劝我 她还没开口 我就知晓她的来意 我进了祠堂一整夜 我没那么傻 一直跪着 干脆在祠堂做了一夜 不是 她笑了笑 伸手想摸摸我 苦寻找不到方向 我牵着她的手放到我脸边 她摸了摸又说 我同他们说来劝劝你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 说吧 她不慌不忙把身边的篮子递给我 掀开盖部 露出里面的鸽子 你拿去送个信也极好 我给你训练过了 能送去陪府 她不敢逗留多久 说了几句就要走 我看着她背影 换她 娘亲 等我出去了 让我给你看看眼睛 我在南兆那边 见到了娘亲的同族 只可惜现在大多散在各地 娘亲这才便寻不到 可我这医术却是精进了 许是娘亲一词让她动容 她停了脚步 微微点了点头 我在祠堂困了三日有余 可等我刚出了祠堂 听到的消息却让我一惊 春日宴 裴郎救了闯入狩猎林的沈曼 为了护着沈曼 两人共其一匹马出的林子 有了此等肌肤之亲 众人皆笑谈 这就是天赐的缘分 只怕这提亲要提上日程了 也因为得此喜讯 我才被爹爹从祠堂放了出来 没几日 裴郎真上门来提亲了 看着十分隆重 裴郎请了媒人 送来的彩礼堆满了整个院子 甚至带了两只亲手猎的大雁 听说沈曼为了迎接裴郎 花了心思打扮 想着裴郎把提亲的礼 都送上了门满心欢喜 她虽去不得前院看此景 却在后院拉着我炫耀 妹妹你看 纵是你陪了她那么久 又有何用 男人不可信 爹爹也是如此 可我想是这相信裴郎的 沈曼又说 听说她还为了我亲手猎了大雁 你说她是不是喜欢我 你不知道 那日 我在她怀里供骑一匹马 我觉得这世间的美好莫过于此 她眼神盯着我 无比恶毒 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 我若是看你可怜 大可让给你个切实做做 很快 沈曼的丫鬟翠萍又来通报 沈曼神情愉悦 裴郎带了哪些好东西 你倒是说上一二 也好让二小姐开开眼 只见翠萍支支吾吾 大小姐 那个裴公子她 你这般慢吞作甚 有话不会好好说 翠萍凑近了沈曼 在她耳边轻语 只见沈曼立刻砸了手边的茶盏 拍案而起 你说什么 那裴郎求娶的是沈宴会 我的信歌还未来得及送出去 裴郎就来了 爹爹面上不满 也只得换我过去 还请了小厮提点我 那裴郎要娶你 你也不能忘了你嫡姐 要是让外人知晓了 怎么看我们神府 男友妹妹比姐姐提早嫁人的 我见着裴郎的第一眼 她正坐在爹爹身边喝茶 见我进来 立刻起身 沈姑娘 最近如何 我点了点头 又行了礼 裴公子近来无恙 爹爹看见这般立刻说 刚刚说到小女沈曼 也是脚若秋月 还是我们沈家嫡女 沈大人 在下求娶沈二小姐心意已定 爹爹又问 可那日你们二人当众搂搂抱抱 在场那么多人见了 你让小女如何自处 沈大小姐擅闯狩猎林 差点害了自己性命 我路过顺手救了她 并未同她同其一匹马 更谈不上搂搂抱抱 爹爹想斥责 却只得忍住不发 前太子意外病逝 人人皆以为得皇帝专宠的蒋贵妃的儿子二皇子将上位 可皇帝的心思缜密 愣是一年未立太子 陪家被判流放 皆因占了三皇子的队 如今能回来 说明陪家赌赢了 现如今三皇子成了太子 沈府一下子失了事 沈家也算是书香门第 爹爹是无品通判 虽官职不高 本有望往上升一升 这一下子 别说升官 爹爹天天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生怕连这小小通判都保不住 他断然不会放弃裴郎这根新贵稻草 爹爹想攀上户布侍郎裴家的路子 可是肯定没想到 裴郎看重的却是姨娘的女儿 我跟身边新来的丫鬟念叨 珍珠笑着帮我梳头 二小姐放心 裴公子说了 他这辈子指你一位妻子 裴郎不仅提了亲 还给我送了两个丫鬟 一个叫珍珠 一个叫金钗 他这取名字的法子 真是俗气得很 他那会说的是 我看你连个使唤丫鬟都没有 给你留了两个人 你有什么找他们便是 定能助你一臂之力 后来我发现 是真的能助一臂之力 我见到珍珠的第一眼 她穿着个白骄子 一掌拍坏了一张桌子 而旁边鹅黄衣服叫金钗的 我只是提了一句不知嫡姐去了哪里 她直接脚点地 轻松上了树张望 二小姐 大小姐正在院子里用鞭子甩人呢 因着裴郎上门提亲一事 让她丢尽了脸 还毁了林夫人 给我相看人家的心思 沈曼这两天 把自己困在院子里未出门 原来是拿下人出气 金钗又继续说 我在树上可听见了 大小姐准备让人在送亲的时候 大翻一箱嫁妆 让二小姐你丢丢丑呢 我被姨娘居在屋里绣嫁衣 无论爹爹如何说 裴郎也没松口 裴郎是太子面前的红人 爹爹就是不满 也无法说一个不字 只能任沈曼在家闹脾气 这时江南地界黄河决堤有洪灾 裴郎任巡抚去受灾严重的辅州 裴郎临行前约我茶楼一聚 这一回 见裴郎 察觉他枝澜玉树 儒雅端方 真真是一表人才 娘子 我好看吗? 若是旁人说起来 我定觉得无礼 可是他笑得坦然 倒是让我羞红了脸 你送我的丫环 一个叫珍珠 一个叫金钗 你府上可有叫翡翠的 我盲转了话题 暗自输了口气缓缓 娘子聪慧 我府里还有翡翠和珊瑚 娘子若人手不够 今晚我让人送到你呢 别 我被这人弄得哭笑不得 这裴府的丫鬟名倒是挺贵气 死去多久 我还是忍不住关心道 快则粤鱼 慢则半载 他听闻眉头紧锁 朝廷每年拨款修建河堤 可这次决堤死伤无数 我自知黄河决堤不是小事 只怕其中牵连重大 不免有些担心他的安危 我从带来的箱子里提了各种瓶瓶罐罐 独拿了其中一瓶专门递给他 每瓶上面我写了用处 这瓶你切记贴身携带 只此一瓶 关键时可保命 这一年的相处 他从未对我有任何余局 可这次他见我这堆瓶瓶罐罐 眼前一亮 他冲动地直接过来搂着我 我吓得抓紧手中的瓷瓶 你吓着我了 瓷瓶碎了怎么办 他松了手 娘子有心了 为夫很感动 我陪着他用了点心喝了茶 他临走前对我说 等我 来年开春 我定来娶你 沈蔓好了伤疤忘了疼 陪狼一离京 他又开始作妖 不是看我不顺眼 就是看我姨娘不顺眼 可他气撒不到我身上 因为没等他靠近 珍珠就徒手掰断了一根手臂粗的棍子 吓得他和他的丫鬟一个也不敢靠近 于是他变了法子参加各大宴席之上 每每有人提及我的婚事 他就壮若神伤 再有人好奇打听 他便借机说本来和裴郎定下婚约的是他 而我不知使得什么狐媚子手段 让裴郎舍他这沈家嫡女不要 非要娶个庶女为正妻 京中谣言四起 让沈漫好生得意 可他不想想 这种事 放在家里是家丑 说出去就是关沈氏的门面 直到爹爹在外喝酒 有人问起这事 爹爹大发雷霆 这一次是沈漫跪了祠堂 可他不明白 为何爹爹向着我没有向着他 甚至差点拿鞭子甩了他 当夜我拎着石河去看他 上次我在这里跪了三天三夜 回去的时候这膝盖古时不时就疼 猜猜你如今要跪几天 他一脸不屑看我 爹爹心疼我 很快就会放我出去 你猜爹爹为何罚你 他的确不解 定是你从中做鬼 我笑了笑 我平日里就爱倒估点药材 最近弄得养肤丸 很是受欢迎 特别是那些位高权重的官员女眷 可是你这么一闹 我心里受伤 这药丸就治不好了 爹爹如今仕途不顺 线下笼络人的法子都没了 你说他急事不急 就你 沈漫不信 你手里出来的 还不知是什么害人的玩意 那 这就是害人的玩意 我把手上的石盒递过去 我这里下了要能毒哑你的嗓子 你吃不吃看你 不过我可是吩咐了厨房 这三日无人给你送吃的 他气得一脚踢翻 我不听你鬼话 有本事让爹爹来亲口与我说 我不理他 直接走了 贵足了三日他才得以出来 看着分毫未伤 只怕林夫人私下照顾得很好 他一出来就跑到正在绣嫁衣的我跟前挑衅我 爹爹是要仰仗陪家 可那陪狼也得娶我 你信是不信 你当我是你 这种话我都信 我笑他可怜 你非要嫁陪狼 都是姐妹 我也不会不助你一臂之力 我随手扯了一边粉色的料子丢给他 且而已 这嫁衣的料子配你足够了 一顶小轿就从那侧门入吧 二小姐 大小姐她在外到处说 是你使记勾引了裴公子 这才得了正妻之位 沈曼自然不甘心什么妾室之位 我安抚一边气得跺脚的珍珠 当初裴家流放 一堆人看笑话 还有人设了赌局 赌他们何时死 他立即把自己摘了出去 现在人回来了 他就真当大家什么都记不得吗 陪着去流放的人是我 沈曼本不是共患难的人 裴郎自然也不会选他携手此生 他在外面到处说 不过是让别人见了笑话 我把手中新制的药丸递给金钗 这些日子 坊间有仿冒的药丸 我之后会在新的药碗里做上记号 次次皆不同 你记得同掌柜地说 姨娘把手上的铺子交给我打理 本就是很小的腌制铺子 生意一直很淡 我就干脆换成了自制的养肤丸 爹爹送人的那些赚不了银子 那我就自己在铺子里找补 二小姐 还是每日食完 对 我定下的规矩 不过是想让这养肤丸物以稀为贵 我点了点头 却不知这心绪为何有些不宁 我喝了口茶水 走 去看看姨娘 到了每日给姨娘针酒的时辰 现在姨娘的双眼皆可依稀见光 就是无法事物 可刚起身 我右手常年带的佛珠却突然断了 串珠掉落一地 我呼得有不祥的预感 裴郎去了辅州多久 我随口问了珍珠 二小姐 裴公子此去已一月有余 可有信件回来 二小姐别担心 李侍卫传信过来 这两天 二小姐就可以收到裴公子新的信了 我心中烧案 可到底无法放心 此去辅州 已有风声传来 有当地官员相互勾结 中饱私囊 比起其他 我更担心裴郎的安危 可他捎回来的信 最是简单 每每指这一句自己平安 沈曼当不了裴郎的正妻 同我商量他为平妻也可 他同我争了三四个月 却被一个消息打乱了 辅州来报 裴郎在考察决堤暗口 不慎落水 当地县衙只派村民打捞三日无果 只怕凶多吉少 我收了信 心口顿痛 口口声声说要娶我的人 死了 我始终不信这消息是真的 可又过了月余 也无人见过裴郎 听说有村民在下游打捞到他的随身物件 是他贴身佩戴的玉佩 那是我临行前赠他的玉佩 我曾赠他一保命的药丸 我看着送信而来的裴郎的贴身侍卫 带了一丝希望 沈二小姐有所不知 那黄河川流水急 纵是神丹妙药 只怕也没那机会 我跌落椅子上 不得不接受裴郎已死的事实 就连李夫人都来劝我 她是个好孩子 只当你们二人无缘 之前到处说自己才是裴郎正妻 非裴郎不嫁的沈曼 一下子慌了 爹爹一听裴郎死讯 却是比谁都急 管她是哪个女儿 嫁过去了 裴家都会给几分面子 可现如今裴郎死了 她的算盘全落空了 爹爹 求你救救女儿 女儿还想嫁人呢 沈曼跪在地上 哭得梨花带雨 若早知她是个短命的 我何苦到处说自己非她不嫁 我在一边冷眼看她 姐姐这名声在外 非裴郎不嫁 只怕现在只能搅了头发做姑子才行了 一听我这话 沈曼不管不顾闹腾 爹爹 现在裴郎死了 靠裴府是不成了 求爹爹帮女儿寻一门好亲事 才能有助爹爹 谁说不能靠裴府的 在她苦苦哀求中 我开了口 我这一生 让已经听信沈曼之言 动摇三分的爹爹看向我 你想如何 爹爹一听 就动了心思 不管裴郎是生是死 我都嫁过去 沈曼也不哭了 惊地问我 你要嫁给一个死人 你疯了 爹爹你看如何 便是死人我也嫁过去 我继续劝她 我只有一个要求 放柳姨娘自由 我手边还有封信尚未寄出 这下却是没了毒信人 我是真心愿意嫁过去 裴郎的娘亲李夫人待我人后 这次失了儿子 定是最痛苦的 我即刻登门拜访 说明来意 李夫人满含热泪 我知你是个乖孩子 可我而已去 你若是嫁进来 裴家是对不住你 我跪在李夫人面前 夫人 我在沈家不过庶女 日子本就不好过 我若是嫁过来 才是我的好日子 我说得直白 李夫人自是能明白 你那嫡姐三番四次闹腾 说要嫁给我儿 我儿如今一出世 她就躲了起来 真当我们陪家好欺负 走 现在我陪你回家 我们一起去会会你那嫡姐 李夫人登门 吓得沈蔓连面都不敢路 可李氏哪里是好惹的 直接让爹爹把人请了过来 李夫人盯着沈蔓 看了片刻 长得倒是不错 听说你非吴儿不嫁 沈蔓吓得一句话不敢说 低着头看脚尖 宴会说要嫁给吴儿 我想着你家有个嫡女 之前在外一直说要嫁进来 我来问问你们的意思 爹爹 这 这 这了半天 也不知如何接话 沈蔓却突然胆子大了起来 我不嫁 是妹妹说要嫁给裴公子的 就是死了也嫁 李夫人你大可找她 我若是就看中你了呢 李夫人存了心思吓她 我在一边憋笑 这真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可不明真相的沈蔓 以为李夫人说得真切 赶紧想了办法替自己脱困 于是 没多久 沈蔓在秋日宴饮多了酒 和原家小公子睡在一张床上的事闹得众人皆知 我笑她可怜 她笑我吃傻 你且嫁给那死人吧 我可是要想我的富贵去了 说到底 我只是个庶女 爹爹曾当着陪狼的面 放了好眼 沈宴慧也是我沈阳的女儿 我定送她十八台嫁妆出嫁 可现如今 陪狼已去 爹爹哪里舍得这些嫁妆 到了嫁人那日 的确有十八台 可那箱子明眼人一看就是箱子大物件少 轻飘飘 好台得很 就连说好的梨花桌椅都看着像是旧物件 围观的人群无不在一边议论纷纷 这庶女果真不得宠 更别提嫁的是个死人了 送嫁途中 有台嫁妆的哀呦一声 直接摔倒 她台的嫁妆箱子直接滚落在地 露出了里面的针线盒、剪刀等杂物 愣是一件值钱的物件也没有 除此以外 就占了个箱子大 周围一下子哄笑起来 可渐渐大家察觉出了不对未来 本就是个不得宠的庶女 现在又偏偏嫁个死人 大家本就是来看乐子的 结果抬着抬着 眼见十八台变成了二十六台 多出来的嫁妆看着就重 抬嫁妆的家丁一个个吃力地满头汗 而捣乱的家丁只怕错过这种好戏 非要凑上去又把多出来的嫁妆箱也弄翻了 结果里面不是她想象的空箱 里面都是各种各家铺子最新款的珠宝首饰 金银首饰一下子震住了围观的百姓 一下子 我在京城女圈里家喻户晓 进了门 就是丧事 因着尸骨未寒 我本打算直接入了门便是 是李夫人坚持 曾答应我一定要八台大轿迎我进门 这才有了那般场景 裴郎死不见时 裴府给裴郎设了衣冠种 我以裴郎心腹的名义参与了裴郎的丧葬全程 我知太多人看我笑话 更多觉得我傻得可怜 我跪在一边烧纸又为她守夜 李夫人哭得死去活来 此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场景 也惹得我跟着落了好些泪 我又去庙里给她念经 毕竟无论她生死都曾护我周全 我嫁进裴府半月有余 也给娘亲征得了自由 我还把娘亲安置在离裴府不远的地界 置办了一间两进的屋子 娘亲也终于摆脱了那个曾经一时心软就下的人 可她也搭上了半辈子 跟错了人 真如八人一层皮 我嫁入裴府最气急败坏的是沈曼 本以为她秋日宴那一遭之后也得学乖了 结果宋嫁途中三番两次捣乱 还想着让我丢脸 也不怕和裴家结下梁子 可宋嫁那天并未让我丢脸不说 还让我出尽了风头 等我嫁过去 李夫人带着我出席宴席 就直言 裴家看重的媳妇指我一人 从未有他人 更不要那屈颜复始之人 这一来一去 懂得都懂 人人见我跟着李夫人 面色红润 夫如宁之 巧笑倩兮 身上穿的 头上戴的 皆不俗 一下子又引发了另外的争议 先前那些嘲讽我人傻的 又说艳羡我 说我既不用生养孩子 婆婆念及我的情义 也不会有婆媳矛盾 身为庶女嫁过去 又衣食无忧 反倒是让人羡慕得紧 沈蔓出了这等丑事 爹爹急忙忙就想把她嫁了 也不能大张旗鼓 最后嫁人也嫁得悄无声息 她没想过 她千挑万选的相公 虽说家里富贵 正缺正妻人选 可这袁小公子那房里 却是通房无数 也不知他去了该如何应对 他此番一个当众醉酒 逼得袁家不娶也得娶 搞得里外不痛快 袁公子是家里最小的 上上下下都宠 也是个娇惯惯了的 她那祖母更是她说 甚都依着她 听说袁公子十岁时 还让如母喂奶呢 依奴婢看 大小姐过去 只怕容易吃亏 没想到 金差不仅上述打探厉害 对个家的事也略知一二 你还知这些? 裴公子说了 奴婢多知小些对夫人有利 奴婢原先在茶楼端茶送水 也是裴公子看奴婢机灵 才给奴婢这个机会伺候夫人 嫁过来越鱼 日子也算是平平静静 就是看着李夫人 思念儿子时常落泪 我也跟着伤感 这么好的人 说走就走了 想着之前南照的经历 却是如梦如幻 再一次见到沈曼 是云阳郡主的赏花宴上 我见她神情倦怠 看似有些畏畏缩缩 妹妹 这些日子你过得如何 见我来了 她即刻凑过来 挺好 好 她笑得带着嘲讽 却又压低了声音 你这辈子连个男人也没有 还不如早些青灯半骨佛算了 哪有我这般潇洒 我一把抓住她的胳膊 长袖间可见青子痕迹 她被我吓得猛地扯了袖子回来 我说她畏畏缩缩 原来是身上带了伤 这就是你所谓的潇洒 我反问 她一脸尴尬 却嘴酱 那又如何 你终归一辈子无依无靠 你我到底谁好 可难说 就在这时 却有大批的侍卫为首 京的女眷纷纷站立 突然有人冲到云阳郡主的面前 属下奉旨抓人 若有惊扰郡主请见谅 云阳郡主立刻摇头 无碍 有女眷被带走 郡主 皇上让属下带话 裴巡服已安然归来 我手中的茶斩碎了 回来后 她又忙着进宫 折腾了好几日才真的闲下来 娘子 是为夫的错 她连忙和我道歉 我本以为嫁了个死人 这辈子与佛堂脱不了缘 谁承想 这人没死罢了 还隐瞒得如此好 娘子 我当初真的差点死了 她这样一说 我心里跟着一揪 那日我在江边寻查 背后重箭 跌落江中 箭上有毒 若不是娘子的药丸 只怕我撑不住回来见你 你让我看看伤口 我着急就要脱她衣裳 她却借机取笑我 娘子 一见着我怎地如此心急 你别故意气我 你今日给不给看 她此时却心疼我 一把把我搂在怀里 已经好了 别看 娘子 我这般你还愿意嫁我 谢谢你 没有丢下我 我知她怕下着我不想让我看伤口 只得叹气 那你假死之后呢 朝廷拨了那么多银子 他们一次冲好 仅以稻草田堤坝 他们见事情败露 干脆买凶杀人 我将计就计 就等着瓮中捉鳖 只是 是我的错 连累母亲和娘子为我担心了 你真是没良心 也不报个平安 你娘亲为你哭上好多回 差点哭晕了过去 母亲那我自会负荆请罪的 她面露愧疚 使出紧急 我实在无法知会你们 况且 我也怕有人走漏风生 对你们不好 我自然知道她做这个决定 也是不得以而为之 可这几个月的苦 又有谁能说得清 别人说我是丧门兴克夫 还没嫁进你陪家的门 就克死你了 说不委屈也是假的 以后 为夫定谨遵娘子之命 娘子让往东 一定不往西 可他到底是顶天立地的男儿 在他眼里 百姓是重中之重 当晚 他想进我归房 他在门外叩门 娘子 你我成亲已久 还未过那洞房花烛夜呢 我给门落了锁 相公体谅切身 要过那洞房花烛夜可得脱衣上诸多不便 还是请回吧 我没料到 我罚他这一次 以后还起来真是没完没了 闹得我扬言要分房 这才安生一些 陪郎除了盲公物 就是陪我 他非要陪我回一次沈家 说是当初没亲自骑马来娶我 此次就当陪我回门了 我提前和爹爹说好了 到了沈家 爹爹和夫人都在 爹爹看着苍老了许多 而林夫人见我一个庶女过得比她亲生女儿还好 自然没什么好脸色 沈妈也早早回了娘家等我 见我现在身边有人陪更是恨得牙痒痒 我说爹爹 为何昨日急匆匆让我今日一定要回娘家 原来是妹妹要回来 真是好大的阵仗 我回门的日子 她倒是穿了红衣 姐姐好兴致 今日也在 姐姐近来如何 她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了 整个人面目猙獰 爹爹拉着裴郎聊正事 听裴郎说道当初迫不得已假死也是尴尬 连连解释 爱 怪我这大女儿不懂事 有缘无分 不过 你能平安归来就好 沈妈更是在一边气得不行 我趁机问她 姐姐 姐夫呢 为何没有陪你一起回来 她随口一说 你姐夫她公事繁忙 我就自己回来了 原来如此 裴郎自然不会和爹爹说很多 我们一起吃了个便饭就走了 刚出了神府大门 裴郎便说 走吧 一起去见见你娘亲 你 我没想到她思虑如此 回门回门 不见你娘亲 哪里算得上回门呢 娘亲眼镜虽不能痊愈 但是依稀可以事物 好歹不至于跌跌撞撞 总是伤了自己 我一个人惯了 哪里需要你安排这么多人 娘亲抓着我的手念叨 哪里多了 两个丫鬟照顾你 总得有个家丁看家护卫 裴郎对着娘亲鞠躬 谢岳母救命之恩 娘亲吓了一跳 这是何意 娘亲 若不是你打小教我制药 你女儿真的就孤家寡人一辈子了 我和她说了 裴郎当初重见之事 娘亲为此还念着 要致点药给裴郎补补 虽说在神府用了饭 可本就食不知味 根本没动几口 这会陪着娘亲又吃了一碗 这才觉得舒心极了 依依不舍很久 回去的马车上 我和裴郎说 相公 谢谢你如此待我 娘子对我好 为夫谢谢娘子才是 我想了想又坦白 我姐姐她在夫家过得不好 她曾找我想借你的手帮她一把 我没同意 我这般和你说 也是怕你事后知晓 觉得我不通人情 她看着我笑了笑 娘子 你若是帮了 我才觉着奇怪 这人是她自己选的 她过不下去 自有别的路子 他们害得你娘如此 你帮了 你才是蠢的 那我便一起交代了 我看着她 我爹爹只怕活不久了 她震惊看我 爹爹当年被人下毒陷害 被我娘捡回了家 娘亲是个心善的 救了爹爹 又被她花言巧语哄骗 爹爹那会失忆 和娘相处久了 便说要八台大教娶她 娘亲跟着爹爹入了精彩之小 爹爹早就有了一亲的妻子 可那会爹爹和娘亲早就有了夫妻之时 娘亲再不乐意也只能在沈家住了下来 成了妾室 这些年 爹爹总以为娘亲无趣得很 只会做点心糖水 可她不知 她当年中毒 这身子都靠我娘在点心里掺了药物养着 其实 娘亲没告诉爹爹 她当初损伤严重 想活得长久是万万不可能的 自从娘亲眼瞎 给她停了药 她的身子骨只怕更撑不住了 陪郎听着沉默了一会 如果不是你娘 只怕你爹爹早就死了 她又念叨 娘子 我会对你好的 若是不好 你大可在我的饭菜里下点药 我伸手捂了她的嘴 你瞎说什么呢 就在两个人嬉闹的时候 马车外听见有人喧闹 我闻声抬了帘子去看 只见一醉酒男子摇摇晃晃的背影当街喊着 也今天就是要点你家新来的花魁 也有钱 我又抬头看了一眼 迎春楼 是京城最大的妓院 我摇摇头 收了帘子 我认得 那是我姐夫 怎么了 裴郎关心地问我 我摇摇头 直接靠在了她的身上 无视 就是觉得能这样靠着你 像是假的一般 她搂着我怕我磕到 娘子放心 为夫以后都会陪着你 你敢都敢不走